假冰十年龙套无人时 一句俄语天下之 在拍摄电影《九妈》时 徐征想找一个看起来既严肃 又自带喜感的演员来出演猎车园 电影《取景地》在俄罗斯 为了入乡随俗 还要求演员会说一些俄语 可放眼整个娱乐圈 也找不到一个既搞笑又会说俄语的演员 制片人费尽心思 也只找到了一个会说英语的喜剧演员 那就是小沈阳 徐征听后立马有了新的思路 自创中式俄语好像也不错 于是当晚他便给小沈阳打句电话 邀请他客串列车员一讲 谁知却被小沈阳一口回绝了 原来他早就答应了 陪女儿度过寒假 不得不说小沈阳还挺不佳 为了表达歉语 他向徐征推荐了另一位喜剧演员贾宁 成为一名电影演员 是贾宁一直以来的梦想 当他接到这个消息时 激动的差点跳起来 有一天小沈阳发个信息给我 说有个人要加你微信 你加吗 为街拍熊妈更是毫无底线 当然贾宁进府后 也没让徐征失望 疯狂练习俄语 正式开拍的时候 贾宁一张嘴直接笑翻整个剧组 徐征也被贾宁圈粉 本来只有一场戏的他 硬是被徐征多加了好几场 电影上映后 贾宁成为了全剧的最大效率 徐征也没想到 一个男三号竟然抢走了自己的风头 谁说贾宁只能演喜剧 演起黑老大比王燕辉还凶狠 在筹拍狂飙时 导演本想找王燕辉来演徐江 他演的杀人犯至今被奉作惊脸 反派专业护演黑帮大佬准没错 谁知却被王燕辉一口回折了 他演的坏人深入人心 走到大街上人人喊打 我就没想到 我们那么一家戏 我说怎么会有评价 瞎说我说你不好 现在洗白还来不及呢 别说再演这么一个凶狠的角色 迟迟找不来合适的演员 这可把导演筹坏了 张义健壮向他推荐了喜剧演员贾宁 导演立马想起了他在九妈里的表演 这么搞笑的演员真的适合演黑老大吗 导演心里不停地打鼓 但碍于找不到演员 他便邀请贾宾来试了一场戏 导演被他的气势压倒 他万万没想到 贾宾竟然还有如此凶狠的表演 满脸横肉一副谁也不服的表情 完全不输王燕辉 最重要的是 他凶狠中又带有一丝搞笑 降低了观众的恐惧感 当即就敲定他出演徐江一角 还专门为贾宾写了几段搞笑剧本 用喜剧元素中和了徐江的凶狠 尤其是他和高企强复杂的那一幕 造就了全剧的名场面 不得不说贾宾真是这部剧的惊喜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九妈中隐藏了这么多大排车船 第一个就是火车上的大姐沈腾 大姐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谢谢大姐 这件事 对不起大哥 长发的沈腾一时间让我分不清 他到底是沈腾还是贾宁 之所以能让沈腾自黑 还是因为他曾邀请徐珍 客串了自己的电影 疯狂的外星人 而且在里面还是演那个 不能露脸的外星人 所以这种方式客串酒妈 也是为了还徐珍人情 第二位是隐藏富翁黄博 大哥 你还有别的行李吗 太感谢你了 你说我们喝的喝的 你就买个包装给我们那么多钱 你为什么私人飞机自己不坐 非得坐这火车呀 终于是讲我身体没问题啊 但是这段戏并没有出现在正片里 被徐珍放到了结尾的彩蛋里 徐珍这一姐妹的操作 让人不得不怀疑 他是为了报复黄博 当初在黄博自导自演的电影 一出好戏 就是他把徐珍的气氛全删了 第三位是热气球飞行员宋小宝 是他让我知道 原来俄语还能这么说 还有客串司机的黄锦鱼 熊孩子韩浩玲 之后他更是成了徐珍御用的小男主 另外还有一位令人怀念的演员高一祥 这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 关于他的戏份徐珍是一点都没删 以此来纪念他 最后在电影的彩蛋中 出现了一位真正的大佬 你好 请说你能让我们拿冬喝起来